原标题 TF Voice火箭少女 朱一龙 张杰确定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距离2018到2019年跨年演唱会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那些拿到了跨年晚会 却不拍照的电视台 明星阵容已经渐渐浮出水面了 跨年晚会的收视王者湖南卫视 自然是最积极的一个 刘欢很少参加跨年晚会 但是今年因为参加了歌手2019 所以他代表节目组来宣传 参加跨年晚会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火箭少女101 据悉广电动局对他们已经解禁了 火箭少女101正式出道之后的晚会首秀 也是湖南卫视 所以他们之间的默契还是有的 自从出道以后 每年的跨年晚会也都在湖南卫视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继续合作 张杰自从2007年之后 连续十年都在湖南卫视跨年 直到去年才中断了 在外面游历了一番 也该回家了 此外还有梁静如 吴清风 田富珍 杨玉颖 谭维维等实力畅想 罗志祥 宋浅 刘宪华算是偶像歌手 而冯绍峰 杨子 刘涛 朱一龙 秦岚算是演员代表 如果仅仅是这个阵容 相信是拿不了收视冠军的 应该还会有大牌参加 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 除了嘉宾阵容强大 主持人阵容也是全国第一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风指出 昂涵 何炯 现在可以算得上 中国排名前五的综艺主持人 除了快乐家族和天天兄弟 湖南卫视今年还诞生一个主持天团 天天四小花 由沈梦辰 刘液 梁田 沁梦家组成 他们的人气现在也很棒了 今年湖南卫视还推出了一个主持人选秀黑 好样的冠军是李浩飞 他将和另外一个优秀选手侯鹏延 一起登上跨年晚会的舞台